中奎很嚣张的把人间的皇帝给打得口吐鲜血 当他走出皇宫后 天庭就派金甲神要抓他问罪 奎阁本想挣扎一下 可是金甲神直接一锤子 外加一个网子就把他抓走了 这些御医真厉害 皇上的龙体说好就好 说坏就坏 皇帝也说自己没什么大碍 就是中奎这手上应该有老箭挂得他脸疼 这倒是真的 皇上让曹公公马上去找奉箭 看他是不是被人给杀了 玉帝问 中奎知道为啥抓你吗 中奎自然知道是自己揍了皇帝了 身为无道之君 就该对他施语过程 好让他给醒悟 这中奎越说越起劲 说人间的皇帝号称是天子 所谓的天子不就是玉帝的儿子吗 咋了 我打你儿子你就生气了 中奎感恩陛下 倘若今天打的只是个普通百姓 陛下还要不要把中奎给押了 不会 玉帝也是气掉命 你这个死闹奸 你就算是神 但也是臣子 他再荒淫无道也是君 哪有臣子打君王的道理 君王无道自有天庭城治 是让你去人间捉妖抓鬼的 不是让你多管闲事的 中奎似乎也听明白了 自己真的管了别人的闲事了 经过陛下这么一说 中奎是有点不应该 玉帝说既然你知道错了 那就接受处罚吧 免去扶摸大将军职位 去凡天当几年凡人 好好再历练一下吧 凤姐一路逃命 跑着跑着 突然从天上掉起一团黑东西 瞪眼一看 是个黑汉子 他把中奎救醒后 没想到更害怕了 中奎这五大三粗的模样 一看就不像好人 还一直缠着凤姐 凤姐一着急就给吓晕了 这女杀手也够倒霉的 从来没尸首的她 竟然让凤姐给逃了 真是见鬼了 这杀凤姐的指令 竟然自己长腿给飞走了 中奎在梦中 还告诉皇上 太监刘瑾 假传圣旨 残害朝中百姓 于是皇上把大名鼎鼎的 九千九百岁的刘瑾 也骂了一顿 这一下 可把咱们的九千九百岁 给气坏了 她来到皇后的寝宫 骂走了所有丫鬟 你告诉我 皇上今天吃错什么样 突然之间变了个人 刘瑾 你还把我当皇后吗 刘瑾说 我从来就没拿你当过皇后 你以为你干那些事 我不知道吗 我要是着急了 直接废了你这皇后 皇后也害怕了 说这都是怪一个叫中奎的人 是他向皇上擦了你一本 皇上说了 说中奎是谁 是唐瑾 王丰的谁 我高姐就偏不信这个谁 倒要看他能说出什么招数来 柳海燕一听 这老太监口气不小啊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王富曲一直在跟着这个杀手 一直跟到了这破庙 中奎变为凡人之后 武功一点也没剪 当他要杀了这杀手的时候 被王富曲给指指了 凤姐也看出来了 眼前的这个白胖子 不是普通人 中奎也就摊牌了 还叫出来自己的鬼兄弟 王富曲 中奎决定带凤姐进京 给这孩子找亲爹去 但是你以为皇帝的日子 就会好过了吗 咱们的9900岁 刘瑾大公公 做了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原来这刘瑾不爱做9900岁了 想做10100岁 那么刘瑾会实现愿望吗 咱们下集接着看